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好了,我们现在要公布我们宝宝的性别咯 3,2,1 Hello,大家好,我是Lady小姐姐 Hi,我是林先生 是的,今天这影片我们两个人想要来公布 公开我们宝宝的性别 那今天的背景有点不一样 因为我们今天其实是在Staycation 对,因为林先生就带我来我的生日的Staycation 所以等一下我们也会庆祝我的生日啦 那我们想在这个特别日子 也跟大家公布公开我们宝宝的性别 那我们其实是两天前去做产检 对,然后那个产检 其实我们就知道了我们宝宝的性别 可是有点不一样 有些人可能知道宝宝的性别是从那一个Ultra Sound 就是照的时候 可能看到宝宝的就是那个private part的时候 才会知道宝宝是男或者是女 对,可是我的话不一样 我是做了一个检验 对,其实这个检验是 Harmony Harmony Test 对,或者是有些国家叫做NIPT 这个Test其实是为了要检测宝宝的DNA 尤其是要看这个宝宝是不是健康的 或者是不是糖尸宝宝 那我头头一次呢做的是Oscar Test 其实也是验血的方式 可是那一个检验的结果 我其实不是很理想 就是他都是会告诉你 你的风险程度是处于低风险 高风险 或者是处于叫做灵界风险 就是在中等的那个阶级 然后我那时候的这一个 报告 报告,对 是属于比较中等 而且是偏高风险 所以那时候我非常的担心 然后就是马上知道消息过后 我隔一天就跟医生说 我要再做一个更详细的检验 也就是这个Harmony Test 那这个Harmony Test 是99%可以知道宝宝的这个DNA 然后也可以同时可以知道宝宝的性别 所以我们就除了要告诉大家 这个宝宝的性别以外 我其实在做餐检的时候 我有叫林申申帮我拍下的宝宝的心跳 就是我们第一次听到宝宝心跳的声音 非常非常的特别 然后那个过程我觉得很难忘 对 对 150 60 60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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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60 65 只有一个气球会继续的被吹大 那个就是宝宝的性别啦 在我们还没有揭晓宝宝性别之前 大家可以猜猜看宝宝是男的宝宝还是女宝宝 然后大家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先看看你们答对不答对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好了我们现在要公布我们宝宝的性别咯 3 2 1 是的宝宝是个男宝宝 It's a boy 是个男宝宝牛宝宝 其实我们要不要先来公布我们那时候 我们两个人其实偏爱的性别 可以啊? 对,然后丁先生你讲 我们偏爱的性别是女生 对,其实我们两个其实蛮希望可以有个女儿 我的想法是因为我觉得女儿的话 我觉得女生比较细心啦 对 低胎就女生会比较好 对我来讲 就我们两个可能在怀孕之前 就是我们有自己私底下聊过 就是如果真的可以选的话 我们会觉得女生会是我们比较偏爱的性别 可是其实当我怀孕过后 然后我们也经历了不同的产检 然后丁先生也看到我身体就是出现很多 孕反就是孕期的反应 然后很多的不舒服啊这一些等等的 然后经历过一些 宝宝可能健康状况的问题这一些啊 我们其实都会觉得 其实宝宝不管什么性别 其实健康快乐成长是最重要的 所以不管是男生女生 我们都很 都很希望我们宝宝是健健康康 对 所以我们还是很期待我们宝宝就是快快的长大 然后快快的就是和他见面 这样子 所以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猜对啦 那接下来呢就是我们也有要继续忙的东西 就是要去计划一下可能我们的房子房间要怎么去营造 就是比较适合小孩居住的环境 然后也要开始想宝宝的姓名 就是名字要开始去想了 然后大家如果有任何的想法 也欢迎大家可以就是留言 给一些建议 对 那其实这影片就差不多到这里啦 然后 对就是想要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的喜悦 那接下来 我会再分享更多就是我怀孕的这些 点点滴滴 那这影片就到这里咯 我们下一个影片见咯 拜拜 拜拜